立法院审查下届公平会委员人士媒体垄断成为焦点 而学者分析一传媒并购案 指出财团并购苹果日报 背后蕴藏庞大政治利益 相关部门应该要否决并购案 一传媒以175亿台币出售 光是苹果日报与一周刊平面媒体部分 出售价格就高达160亿元 不过学者指出 依据交易公告 一传媒净值只有28亿台币 而蔡少宗估重量的买主 却用高价买下苹果日报 请问有什么人愿意用160亿的东西 买一个价值28亿的一个公司 他多花了132亿 那请问这132亿是什么 这个买卖不是普通的商业交易 这买卖里面 其政治利益非常的大 那132亿呢 就是获得 苹果日报与一传媒的舆论影响力 的一个代价 在民主国家 新闻媒体作为公共资讯的主要提供者 学者强调 一旦蔡衍明拥有的旺旺中时 在并购苹果日报 主导台湾新闻舆论导向的四大报业 将有近半市场集中在特定财团手中 因此我觉得马英九总统在讲说 这就是一种什么所有权的 商业所有权的一种移转 是完全错误的 其中有这么高的一家 134亿 显然这是一个政治的一个买卖 中间的政治利益非常的高 它已经影响到国家安全了 影响到言论自由了 那更重要的是 大家怀疑旺中的立场 因此台湾是不是 我们的言论自由跟言论多元化 一下就要不见 台湾学界与民间 对此交易案抱持高度质疑的情况下 政府的处理态度至关重要 新唐人演的电视 曾一豪 柳姿营 台湾特别报道